最近老爸身体不好 村里面老一辈人 我把枣人饶碎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老爸的问题 既简单又实用 知道的人并不多 今天呢 就把老一辈人的这个做法 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个视频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一些酸枣人 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一点 这个酸枣人呢 有北方的和南方的 我们国选的 这个是北方的酸枣人 还有一种酸枣人 它叫离枣人 那种离枣人呢 只能适合在南方用 千万不适合在北方用 挑选的时候和买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我们把枣人呢 放到盆子中 先给它清洗一下 除下它的回尘 时间揉搓一下 清洗好以后 把枣人给它捞出来 倒到碗中 暂时备用 然后呢 我们灶台上坐上锅 把锅呢 提前给它烧热 把手放到锅的上面 有微微的烫手 这个锅的温度就可以了 清洗好的枣人 倒到锅中 全程小火 把枣人上面的水分 先给它炒干 一定要用勺子 不停的翻动 经过四五分钟 咱们的枣人呢 上面的水分 已经被炒干 接下来呢 咱们把枣人给它炒除 炒香 大约炒至的时间呢 就是三分钟 炒到这个枣人呢 有一股微微的香味 这个枣人就熟了 或者呢 把这个枣人都已经裂开 也是熟的 而炒好以后 把它撑入到碗中 把它们放凉 后呢 把枣人给它捣碎 家里边有破笔机的 最好放到破笔机里面 没有的话 就像我这样 把它捣碎 捣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勺子 舀出一勺 倒入到一个碗中 捣好雨下的枣人 我们放到一个 密封的盒子里面 保存一年至久 都不再坏的 后加热水 把它们冲开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不烫嘴的时候 就可以有用了 您别看这个方法 食材非常的简单 其实 它的作用 真的是太厉害了 老爸喝了没几天 效果真的是太厉害了 白天呢 精神非常抖擞 晚上睡得好 今天 老一辈人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 非常简单 又实用 而且也省钱 赶紧收藏起来 大家试吧 说不定哪一天就试到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让需要的人都能知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